作詞曲 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我的第一本是 從八百萬種詩法開始讀 對 可是那個時候 其實像酒店關門之後 像行過死隱形的地 刀鋒之線 大概都是很密集 因為一看就迷了 普洛克一進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開始看了 就是第一本八百萬總司法的時候 在我十七歲那種很苦悶的高三 就在書裡面看到了馬修這樣子一個 現在對我來講都還是一個 男性的極致典範 心裡頭就把這個形象給種進去 然後也把一個完美的推理小說 城市小說的類型種到心裡面 所以我想後來在寫作上 想絕對都是有受到它的影響 第一本當然就是我現在手上拿了 這個八百萬總司法 它藉由去不斷地去辯證 像紐約這樣的城市 它細成說會有八百萬的司法 那當然裡面沒有講了八百萬種 講了很多還蠻不可思議的 可能突然間就會死掉的人 也就是說這個偵探透過 他每一次有人死掉的時候 他都會思考說那個人死的時候 我在做什麼 這件事情來辯證死亡 我想就是蘭斯普洛克跟其他作家不一樣的是 其實他是有一個純文學的心 比如說他裡面的所謂的偵探 他不一定有什麼謎團讓你破解 他也不會有什麼密室殺人 有很多的詭計需要讓你讀者來一一的推敲 他有時候甚至在某一些小說 一開始他就告訴你消除是誰 他不解謎 而是他帶你 就像裡面這個偵探 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句子 就是說抬起屁股敲門去 就是他的辦案方法 他就是去問 去敲門然後他會 他就會再怎麼講 他的推理過程也不是那種抽絲波解析 比較像是把所有的可能的線索都找出來 然後他曾經用一個很奇幻的方式描繪 就是說好像所有東西都在那裡 可是你就覺得好像是自己的看法不對 可能要把它搖一搖 把那些零零碎的東西搖一搖 突然間就好像靈光一閃你就想出來了 那他寫作他不靠這個疾風或者是靠軌跡 而他靠的是展演 就是說透過這一個偵探 與其他的可能關係人的關係 去問他們問題去推銷線索 然後他還有他最名人的地方是 他其實創造出了一個氛圍 比如像我從來沒有去過紐約 可是我們可能會對那什麼地極街 地極街地極大道跟地極街的交口 有什麼酒吧什麼咖啡店 他住的儀館 這些各樣的地方 我覺得他把它整個生動地描繪出來 以及他當然他非常非常擅長塑造人物 可能他塑造了幾個很成功的人物 並且這個系列跟其他的這種偵探系列 有點不太相似的是 這個偵探他會老 就是他隨著每一本書 可能都增添了幾年的年紀 那他周邊的這些配角 就是其他的角色 也隨著這些年紀的增長 他們的職業 他們的生活方式 甚至他們整個樣子都開始慢慢改變 也就是說這是一本會 隨著時間在改變 在生長的書 這個是跟中文學會比較相似 波洛克跟其他偵探小說家比較大的不同 因為他真的比較像老作家 我覺得他事實上他寫的偵探小說 事實上是非常像小說的 因為現在有很多偵探小說事實上是不像小說的 就是像鬥陣俱樂部那種 或是就是有一些會改拍成電影的話 他就會全部用電影的角度去想偵探小說 所以那裡面那個文字的迂迴 或是角色的某一種更怪異的扭曲 那個東西就會慢慢被消化到 會慢慢不見 你知道小說現在是一個多麼 多麼小眾 而且四文 而且是凋零的人類 或是 他如果沒有透過另外一種東西的翻譯 或是某一種東西的轉載 或是某一種東西的渲染 或是某一種東西的翻拍 改拍成電影的話 那東西基本上是會根本沒有辦法被看 或是沒有辦法被注意到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候談某一刻 尤其有一種奇怪的感傷 他等於是我大概二十幾個情人 中間我 第十幾個情人 某一個階段談戀愛 談得最兇的 一直火斷失聯 偷偷還在跟他寫情書的 那個時代的一個相處 Lawrence Block的小說 有一點很重要是 誰殺了誰或誰是主謀 似乎已經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他開展的這一個 一群底層社會裡面 生活的一個樣貌 是這些迷人的角色在吸引人 馬修他在這個 他底下的這個 紐約城行走的時候 他好像就帶著一種 很像夢遊者的一個 比現在的世界更潮濕一點 然後更冰冷一點 更光度更暗一點 然後可能也更多 你想像中的那個 80年代左右的 美約城的這個 然後這個巨人的 腳底下的這一些 酒館裡面的這些 這些像熊一樣的歌們 然後這些紀念 然後這些交換情報 飯店的這種很優微 很細微的一個 老時代的人情物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史卡德他最有魅力的地方 就是他身上有很多的衝突跟矛盾 那普洛克他卻可以把它調和得非常的好 例如說他可以穿梭於黑暗的警戒 穿梭於城市的犯罪的邊緣 他在裡面做的事情 也不一定都是正當合法的 我們在裡面看到他偶爾也會行賄 偶爾也會去做一個假的謀殺現場等等 可是對我們而言 他就是一個正直而善良的典範 史卡德的魅力 第一個是講的是一個寂寞的男人 然後這個男人呢 從一開始的喝酒 到後來咖啡裡面加酒 到最後的借酒 可以看到說來他的人生轉變的過程 最好看的是人之間的關係 有時候有些設計太過精巧 你會覺得那個是作者為了 可能賣弄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什麼 可是他的作品就是有一種真實性 所以時間越來越有溫度 我就越來越喜歡他的作品 然後也漸漸的喜歡上他書裡面 創造出來的角色 另一方面我又覺得說在他這裏面可以看到 紐約的另一個風貌 就是我常常都會幻想說 他的紐約跟欲望城市的紐約 是好像兩個街不同的城市 學生實在在讀博洛克的時候 總帶給我一個 它是一個比較老成的閱讀 所以老成閱讀是在我當時的年紀 無法接觸到的事情 直到2005年那一年到了紐約去 其實我算是一個觀光客的身份 到那個地方遊歷的時候 才感受到說他小說裡頭有一些 在推力小說以外的魅力跟感動我的地方 而那感動我的地方 比如說我會跑到小說裡面 會去描述的成心餐廳 我要描述到的火焰餐廳 可是我沒有點蠟燭 也沒有不敢 只是在餐廳外頭徘徊了一下 不敢進到餐廳裡頭去 總覺得那是留在小說 以及我在小說裡面跟這個角色 或是跟這個作家所 所營造出來的世界打交道 那屍體進到紐約之後的那種魅力 我會再回流保留到 連同對應到我自己過去的閱讀 然後幫我自己的過去的 甚至青春版 然後再把那樣老成的經驗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那是一個他帶給我 甚至是跟其他推力小說 其實他閱讀經驗一個很不一樣的 重大的美女 我很喜歡曾 曾肯恩這個人物 因為在馬修那麼多女朋友裡面 我覺得曾她是一個 比較有一點中性的特質的女性 尤其是她最後得了癌症 然後必須要有人面對死亡 然後一開始從非常有勇氣的 請馬修幫她去弄一支槍來 她想要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 然後到最後她是選擇全程接受治療 然後不使用止痛藥 然後自己去熬過那個治療的過程 然後到面對死亡 我覺得她是一種 結合柔情然後跟堅毅的一種 我心目中那種最女人的女人 我想最讓我喜歡的還是明吉巴黎 當然就是因為最重頭戲 就是那一本《酒店冠名之後》 它好像是這一個時代 那一個時代或是那一群印漢老的 有老的教養老的追憶似水棉花 老的那個時光中難以言喻的什麼的 這個兩個老朋友 然後在這個明吉巴黎的酒吧裡 然後聊一個一個像這個城市的繁華夢 可是其實都是殺人的故事 都是傷害的故事 可是你會覺得這兩個老兄 老哥們他們在講這些故事的時候 他們最後還去忘了一個彌撒 屠夫彌撒他們殺了人以後 一定有一個儀式 好像也是像一群夢遊者 集體在那個儀式中 身上那個圍裙上 屠夫的圍裙上面 他是拿那個屠刀殺人 可是其實他們殺人好像又是 懲罰那種無意義的傷害人的惡 所以明吉巴黎這個角色 我覺得是 我最 就是除了斯卡德以外 我最喜歡的 伊倫瑪達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他雖然是一個技能 可是他是一個很樂觀相上的技能 他非常的務實 然後他非常的健朗 然後他在這裡面 我覺得幾乎是 但是跟馬修斯卡德整個 開始慢慢的風格有改變 也跟伊倫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他後來跟他同居 然後幾乎 那伊倫他會 他是大學上藝術師 最後他變成了一個藝術經紀人 某些角度來說 這有點不可能 因為是他太完美 他非常的漂亮 聰明 性感 然後是大體 甚至有一次 斯卡德有一個小小的外遇 有一天其實太早就發現了 他也沒有說什麼 但是這個人情練打的女性 其實是非常多組織很喜愛的 而且我認為如果沒有這個角色 可能就是這個偵探也太孤寂了 我覺得 那當然就是屠夫米奇 他準備要殺人的時候 穿那個 他父親留給他的白色的 屠宅場用的圍裙 然後大家都知道他要開動 然後米奇這個人長得特別高大 然後殺完人之後 他第一天早上一定 一大早大概四五點 天還沒亮的時候 就要進教堂 然後做完禮拜之後 然後帶著斯卡德兩個人去喝咖啡 所以這個人是最突然的 最喜歡的是他的好朋友屠夫 就是米奇這個角色 他是愛爾蘭移民 然後是虔誠的教徒 但他主持一個酒吧 他也是黑社會的殺手 他們還曾經一起為了伸張 他們心中的正義 覺得自己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殺了人 就是已經越界超脫了一個 偵探該有的位置 然後他們在殺了那個壞人之後 就斯卡德就隨著米奇 就是屠夫這個角色 到他們的天主教堂去 領了聖禮 然後回去昏頭大水 這一段應該是在屠宰場之舞裡面出現的 那從此之後我就會覺得米奇這個角色 屠夫這個角色真是太迷人 真是一個男子漢 如果要談斯卡德那種最喜歡的角色 一定是他的太太伊連 因為我覺得伊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角色 因為他曾經是新工作者 然後他中間還花了一個段落來處理說 他退休啊 然後或者是假裝沒退休 其實他已經退休了 然後這個角度其實是很先生 就是不管是對這個工作的態度 或是對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感情關係 我覺得就是 他是一個很不完美 但是又很真實的一個愛情的故事 就是在一般的其他的 這類型的小說裡面 比較少看到愛情的情風上都是 如果你要舉其他作家做例子的話 他可能會安排主角在裡面談一個戀愛什麼的 可是一個長期的關係的經營 在其他這類型的小說 尤其是有同一個主角的小說裡面來說 其實是滿特別的 其實我覺得伊連是 應該是對很多男性來說 他其實是一個夢想中的女性伴侶這樣子 因為他第一個很大方 然後很…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知道很多事情 然後有很多人生的智慧 我覺得是一個… 可能是所有的類型小說裡面 我最喜歡的女性角色之一 米吉巴魯這個角色可能在整個系列 或說在推力小說裡頭 他擔負了另外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有趣的功能 那他這個有趣的功能在於 施卡德雖然是一個私家偵探 然後他所面對到的暴力 總要有對抗的力量 但他始終沒有辦法去跨過一條界線是 他沒有辦法真的去行惡或是替天行道 可是有了米吉巴魯這個角色出現的時候 相對在故事的… 他跑出了一個類似像宣洩的一個管道 這宣洩的管道不是說 米吉巴魯就成為筷子手 而是他過去所擁有的傳說 以及施卡德跟他的對話 跟他的談天的過程裡頭 他跑出了一些我們想像不到的說法 跟一個解釋的逃脫出去的理由 那這兩個角色是在我這整個系列的閱讀裡頭 我覺得最值得在跟朋友或是在跟其他讀者 覺得他們是重要的角色 重要人物 八百萬這種司法 因為在裡面最關鍵的一點就是 他是從馬修從酗酒到戒酒的那個轉折 那既可以看到他原本的樣子 那也可以看到他戒酒後 然後他面臨戒酒時候的那種天人交戰 跟我覺得非常多的心理的描述 然後他已經把一個 借著一個酒鬼來講一個人的生存狀態 那我覺得常常是那種孤獨的 然後面對自己的人生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他只是用喝酒這件事情 可是他其實背後有很多很多的隱遇 那我覺得每次看到馬修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一個人回到女館 或者一個人到酒吧去 然後想著要不要點一杯酒的時候 那種每次的抉擇都是我覺得 非常吸引我的地方 雖然那些打打殺殺的 要抓人殺人的也很好看 可是有時候光看馬修一個人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好看 我想還是八百萬種司法 他好像就很像整個這個史卡德的一個哀歌 這個小說的主角就是我跟你講一個老熊 就是史卡德 他是一個酗酒的 然後他是一個個性很怪的 他有傷害的 他婚姻也有問題的 他甚至作為一個警察 好像他好像掉到一個倒影的世界 那個倒影的世界以後 可是在這個八百萬種司法 好像變成一個像詩歌般的遺域 如果說你已經相信了 Lawrence Procker的話 那你可以從第一本就是 《復之罪》開始看 那如果你還半信半疑 或者是說你是那種 可能比較不是那麼有耐性的讀者 那也許就像其他的人 都被震撼的那樣 也許你就從這本八百萬種司法開始 那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刁鑽的讀者的話 我會覺得有一本叫做《徒宰唱之》 如果喜歡教父的讀者一定會喜歡他 要不然就 像我的話 我現在都是隨機的拿起回注給他 我們已經是在跳戲看 八百萬種司法 這是最輕點的 他是充滿了人性的掙扎 馬修這個人他是一個很矛盾的人 他是一個很潦倒 其實他對自己人生要做什麼 其實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當他不小心誤殺了一個小女孩之後 他就逃避現實 所以每天就開始喝酒 他喝酒的過程他有得到也有失去 不過他想說最好看的一個部分 就是他戒酒的過程 他的跟自己的對抗 像是我剛剛提到的八百萬種司法 還有大家一定會很喜歡的是 《行進死因之地》 但也有一些其他我自己很喜歡的書 像是《屠災場之舞》我就很推薦 還有《復制罪》是比較少的 但裡面的角色也都是我很喜歡的 我覺得應該是八百萬種司法 就是從這本開始 我覺得是他的角色間證的一個轉變 然後也是他寫作上面成功的一個轉折 那這本書我覺得裡面的角色 每個都描寫得非常精彩 從他裡面描寫人物的功力 或者是心境的轉折 或者是最後的最後的結尾 然後他在這裡面介紹了一些不同的新的角色出場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如果我要推薦大家第一次閱讀史卡的小說的話 應該是八百萬種司法 八百萬種司法的那種奇怪的人在那邊真握錯啊 你只要活在紐約 你要好好的死掉不但不容易 你要好好的活著都更不容易的那種人生的麻煩 可是在他的小說裡面那個東西就真的變成最迷人的一個部分 作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老文青 或是一個視為的對文體的懷念的人跟打亮 我倒覺得不管是對紐約的打亮 或是對這個時代的打亮 他那個褪色的 光明的 慢慢的 越來越暗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是布洛克爾所代表的一個 對這個世界的正 正 因為我覺得這個部分是一個陰遇里戰 死亡就突然變得非常 像懷石料的一般 反覆 像一個紐約完全沒有辦法被形容的那種 最接近這個時代的老群 在整個博洛克長明系列裡頭 後來發現裡頭只有兩本 一本就是剛提到的酒店關門之後 另外一本是他最近的一部烈酒一滴 只有這兩部作品的書名跟死亡無關 可是你看到後面的時候你才知道說 原來酒店關門之後 他跟系列的整個系列一開始的複製 這本書的書名有一個非常微妙的 你光看書名會先產生對讀者來講 先產生一個感覺 但是你進入到故事前半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原來這個書名代表的第一層意涵 以及第二層 到故事結束解決那一張的時候 包括像熊手出現了 或者是史卡德要開始告訴你 他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尤其《決定關門》之後是一個特別的 它卡在一個倒序的時間裡頭 它同時要解決三個案件的一個奇特的那段歷程 所以這本小說我會覺得 如果就這幾年來講 我比較會推薦給你 因為我覺得台灣在近十五二十年來 推遞小說的發展是相對更成熟 那推遞小說也不會是 絕大多數人的第一本的閱讀 哪怕是過去我們會提到的 是像福爾摩斯的作品 所以現在的讀者我覺得也相對的 回到前頭有提到說 閱讀的老陳的那種個性的時候 《酒店關門》之後這本書 或許會是現在我很樂意推薦給朋友 新朋友的第一本 史卡德系列的作品 普洛克的 他在寫小說的過程中 他常常會去看很多的犯罪新聞 那其實在台灣有一些犯罪案例 是我也很感興趣的 像是前幾年的李泰安的搞鬼案 那我會很希望 如果可以跟普洛克一起去調查 因為那個故事太有畫面了 是東海岸的鐵道 然後是一家人都在鐵路局工作 然後又有外籍新娘 又有保險詐欺 又有蛇毒 然後又有火車護軌 我覺得等等因素弄起來 它就是一個很充滿著人性考驗 而且有著台灣這個地方的 民俗風情的一部小說 如果真的可以去很好的 實地的踏場 因為它中間還包括到 到東南亞去娶外籍新娘 然後到大陸去買春 那種情節我覺得會非常的精彩 我記得她 也來過台灣一趟 走的時候也是輾轉 就透過竹天心他們給了我一個小的玉 好像是暗紅色或是褐色的一隻小的玉 應該是吉祥物或是一種聖物吧 一隻熊 很像我 紅色的 深紅色 如果有一個我很想要用這個故事 做一個開頭 那說不定我本來不是一個寫 偵探推領的小說創作者 可是我說不定有晚年寫一本什麼 像普洛克自己嗎 就是從這個兔子開始展開一個 或是不是我來後攝他的一本小說 我記得以前有一個電影叫雙頭 它就是講一個 好像一個美國的警察來台灣 幫助破案這樣 那我就會很想知道說 像台灣這樣的環境 如果以比如說 羅斯普洛克這樣等級的作者來台灣 他可以在我們這樣的城市 這個台北 看到什麼樣的犯罪 我們的犯罪 它幾乎很少是系列的系統 那也總是給人一種很怪的 堅據鄉土的感覺 那我很想知道 像他們這樣經過 現代達度會的行李 而且他們的 他們的犯罪的相關產業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不然以電視影集電影 或者是這麼強壽的小說 那我就會很想知道說 我們如果能夠寫出台灣 有台灣特色 而且台灣都市特色的犯罪小說 然後這個要跟犯罪有關 那我就會想說 也許他可以扮演一個 從美國 紐約來的一個 就像李昌玉這樣吧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來協助我們 去重新發現一個視角 來看待我們這個城市 看我們這個城市的死亡是什麼 那應該寫刺激2014版 其實普洛克是一個很會說故事的人 他的每一篇故事的布局都很好 而且斯卡德是一個 無聊到的偵探 他還有其他的很多系列裡面 殺手有小偷 因為他最會寫的 早期最會寫的就是騙局 最有名的叫做三張農集 Three Monty 就是最有名的 就是Three Monty 所有騙局的根本 他把這一部分寫來 所以我覺得他寫刺激 會更了不起 我希望能夠寫一個 女殺手聯盟的故事 就一群女生 其實她們都是一個 殺手聯盟的成員 然後大家都平時在自己的 工作上生活 但其實她們是女殺手 我會希望說就是可能 像她出過一個短片集裡面寫 就是有一天晚上沒有人死掉 這樣子 我會希望跟她一起創作一個 沒有人死掉的一個故事 就是 因為偵探小說裡面大家都覺得 必備的那個橋段一定是殺人 然後有人死亡這樣子 那我會希望跟她一起把 可能她之前寫過那個 今天晚上沒有人死掉的那個短片 把她一起發展成一個長的故事 然後可能解決一些 跟生死沒有關係的問題 或者是解決一些被生死沒有關係的一些 一些疑問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 因為可能就這一步 就可能是 就除了從類型小說跨進 那不是文學 或者是 對我來說更 更 更舒適的一個 這樣子 我覺得是華西街 就是萬華的一些 小巷 小弄 那因為它 萬華有一些地方很有趣 它就是白天是菜市場 然後到晚上市場收攤之後 就變成海產攤 就露天的 可以坐在路邊 喝啤酒 吃燒烤的 然後再沿著那種 拐來拐去的小巷子走 那真的就會看到一些 上了年紀的印招女郎 然後可能在另外一邊 又有一些賣 所謂海關品 就是他們在台灣是說是茶髮會 就是髒火的小攤子 然後可能在另外一邊又是龍三寺 然後周圍的小吃 我覺得萬華應該是一個 可以有很多故事發生的地方 我想帶它去萬華 萬華就是那個龍三寺後面的一些 比如清草藥鋪啊 然後有一些比較老的老人 然後老的工具店 然後老的紀念 然後我覺得那邊是 台灣台北這個比較小 小規模的兩周的這樣一個 華人城市 其實比較不會像他們 有這種多種族的 他小時候的紐約 兩種族的異層的這些黑幫 可是我覺得萬華的 西里南路啊 桂林街這一代的 有一些性病科的小診所啊 有些當鋪啊 有些老的攤販 然後老的禮品店啊 我覺得我想帶它去看一看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我想帶它去中永和 因為我自己住在中永和嘛 對很多人來說 中永和是一個像沒有美感的地方 因為房屋很雜亂 然後又有點像鄉下很擁擠 其實我想知道像這樣的 像他這麼敏銳 這麼厲害的小說家 而且這麼厲害的偵探 我把他們搞換 這個偵探來到了這樣的一個 車水馬龍的 可能很擁擠的房屋 都奇怪登峰的地方 他會看到什麼 他會看到犯罪嗎 他會看到 他看到的這些外國靈魂嗎 對他會想到多少死法呢 就是說這就是一個 對他來說有死亡的氣息嗎 一個都市嗎 斯卡德這個人 我覺得他哪裡也不會去的 他一定會帶他的女朋友一連來 然後因為他跟這個女的兩個 之間經過一些 有一段很波折的過程 而且當他們兩個安定下來的時候 已經有點年紀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在一起 不管去哪裡都會很幸福 也就隨便帶他們去哪裡都可以了 萬華是老台北 那裡工作的人就是很像 很像他小說裡面的 紐約的底層生活 那裡有很多過勞力生活的 早期有做黑幫的 也有妓女戶 有做小生意的 當年是來自各地的移民 聚集在萬華的 所以你會看到一邊在打架 但是一邊是龍山寺 這樣子的一個很特殊的情況 那特別的是萬華這幾年來又不一樣 同樣是底層生活 但萬華現在來了很多 隨著台灣社會的演變 現在是很多新移民的居住的地方 大陸、緬甸、越南的 他們也在那邊討同樣的生活 那變成一個老台北 跟新移民交織的一個有趣的社群結構 我相信會很好玩的吧 因為他真的很喜歡走路 然後我覺得台灣最適合走路的地方 其實是台南 就是台南普通人 鋪設的 就是台南是一個對行為很友善的城市 因為像台北可能英語 可是台南有點天氣都很好 然後可能跟 他平常常待的紐約 有很大的不同 然後而且 而且 台南有很多 可能是他沒有看過的東西 這樣 所以我推薦他到台南去 就是做 因為台南是一個很適合散步 然後放在腳步 然後在路上走的一個地方 我很難想像 史卡德離開紐約之後 會變什麼樣子 因為在他長篇短篇作品裡頭 幾乎看到的是 就是 甚至不是 不是紐約那麼大的地方 他就只在那幾條街上 然後認識那些朋友 或是酒店而已 所以他如果有機會來台灣的話 我會先好奇他 因著什麼原因來台灣 那如果也太有 某個不知名的原因來到台灣的時候 或許我會想 讓他去看看 不那麼多會的地方 可能到一些比較自然的 或甚至是 他喜歡喝酒 所以他後來戒酒 不過我想 平酒這件事情的話 還是這個角色有興趣的 所以如果能夠跟台灣的原住民 那所以他可以到一些 比較親近大自然的地方 然後跟這些人 有喝酒 然後談天 然後他們人生的故事的時候 或許會想帶他去這些地方 可能是綠島 可能是到司馬虎斯這些地方去 我很喜歡 八百萬種死法的最後一句 就是 最媽媽的事情發生了 我開始哭起來 我覺得他的 馬修他在說故事的時候 就是那個語調 那我覺得這也跟出版者 有很大的關係 他把關非常的好 在翻譯上面 因為即使 一到十八本是有 有年代不同 然後也不同的譯者來翻 可是 卻可以把那種馬修槍 掌握得非常精準 短劇的 有一些他是媽的或是搞屁 然後就停了 那你就知道 哇 太有美麗了 是巴魯 是一個硬漢 然後像我一樣很肥 很壯的一個 很垮的一個 很兇的一個殺手 可是其實 有一種那種夜間酒吧的溫柔 男子的溫柔 然後他是愛爾蘭人 他講過一個笑話 然後唐諾也很愛家 重複這個笑話 就是說他說 他有一次就跟馬修喝酒 就是說講一個笑話 就是說 我可以告訴哥們 耶穌基督絕對是愛爾蘭人 因為全世界呢 只有愛爾蘭的哥們 才會愛他的朋友 愛到他第二天都要被處死行了 他前一天晚上還跟他的哥們 一起喝酒 吃飯聊天 喝門徒嘛 然後全世界只有愛爾蘭的男人 都已經到四十歲了 還相信他媽是處女 而且 相信當時 把他媽肚子搞大的那個男人 是神 我覺得這個是太豪華了 每個人都死了 這個我也是 我相當推薦的一個 其實這個時候 馬修他 中間幾年 他有一個情婦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很難過 就是說他跟一臉那麼好 但還是有情婦 那他有一個情婦 住在一個公寓裡面 他有的時候 就會打一個電話給他 然後我過去找他 這個情婦叫 麗莎 好像去夢 那我講 這個時候就是 反正馬修遇到了一件 非常棘手的事情 那那個時候 他有時候會突然想要喝酒 那他想喝酒的時候 有時候他就會 取而代之就跑去找這個麗莎 那他描述這個麗莎 他就這樣講 他說這一刻 我也沒真想要麗莎 但很清楚的 我是想走出 我現在所在之地 而是指紋公寓這個有情之地 而是某個屯於心智的當下之地 我的自我 所在的小小封閉房間 這一直是麗莎的意義 不僅僅是某種歡愉的來源 不僅僅是某個征服的欲望 也不僅僅是個好伴侶 它是一道我可以走出去的路 而我是那種總要走出去的人 不管我的生活其實多舒服 也不管我和我周遭的一切 都棄合五間 我總會想要溜出去 晃蕩那麼一會兒 我的某一部分 《謀殺與創造之詞》 在這個小說裡面 斯卡德、馬修跟那個酒吧的女服務生 崔娜兩個有段很曖昧的關係 那有一天晚上 他喝醉了崔娜就把他帶回家了 兩個人就睡了一夜 可是這一夜裡面 因為馬修醉太厲害 所以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而他們兩個的曖昧 那種關係怎麼辦呢 然後隔天以後 他們兩個的酒吧裡面又碰頭了 這個時候 他們兩個講的對話是很經典的 那個崔娜就對他說 他說你看來開朗一次 意思就說酒醒嘛 那斯卡德就說是嗎 我睡了這陣子以後最好的一覺 崔娜就說是嗎 我也是真奇怪 斯卡德說很好 然後崔娜說真是個巧合 你說是嗎 那個斯卡德說好一個巧合 然後接著就說 這證明兩個人一起睡比較好睡 另外一個人就說 但是還是要有所節制 然後對方又說 否則會陷在其中 然後另外一個可能 他們兩個就把他曖昧的關係講 講得很好 兩個人絕對沒有觸及 不過像我們 像其他小說的 昨天晚上你有沒有對我怎麼樣 這就白癡了對不對 他們兩個就很曖昧講 而且他們覺得沒有錯愛 是一些很好的事情 然後因為那一夜沒有錯 所以接下來一夜就不會錯了 會變成很好的朋友 所以這一段是對白癡的方式 我要推薦的是 八百萬種司法 匿名借酒協會的朋友 針對他說的 嗯 斯卡德覺得去匿名借酒協會 似乎有點虛偽 因為在那個團體裡面 不管你說我借酒了八天 我已經八天地久不沾了 或者是我是八年地久不沾 大家都會一視同人說 哇哦你好棒 然後鼓勵你 他忽然覺得好無聊 他忽然覺得好無聊 去這地方幹什麼 這真的能借酒嗎 這真的能借酒嗎 大家只是互相買情感的保險而已 所以他說囉 真是對斯卡德這樣講的 棒的是你滴酒不沾 八年很棒 八天也是 但斯卡德就說 嗯 就這樣子了 什麼也沒說 這一段一直很吸引我 《死亡的渴望》這一本 它裡面講到心理治療 他寫說 我以前在醫學院的時候 大家一講到 皮膚學都佩服得不得了 皮膚遊戲 他們總那麼說 沒有哪塊皮膚會完全死透 也沒有哪塊皮膚會完全康復 他轉過身來 朝著我說 我雙手緊握 你可以懷疑我的工作 只是在大家的心理完險上擦點藥缸而已 當然啦 對於皮膚科醫生來說 這種話也不盡公語啦 有些皮膚真的全力了 但也有些皮膚真的就死了 變成肺色素細胞瘤了 我的病人受到不壞的照顧 他們多少變得開心些 精神病的症狀也減少許多 當然啦 還是偶爾會有人從屋頂上跳下來 我覺得這是對心理治療的 我沒有寫是一段非常很有趣的一個 很有趣的想法 然後剛好跟我對心理治療的想法也相同 我最喜歡的災具是出現在 酒店關門之後這本書裡頭 那這本書其實要講的這段災具 也不是施卡德所說的 他甚至還不知道有這段話 那這段話也甚至不是作家博洛克所寫的 因為它是一段歌詞 它是一段 一首歌叫Let's Call 書裡頭雖然翻著叫最後的召喚 其實可能就是在酒吧裡頭 就快打烊了 所以酒吧會問說 最後大家點一輪Let's Call 最後要點什麼 那樣的一句話 所以它就跟整個書名 酒店關門之後有關 所以我要講的這一段歌詞 其實就是我非常喜歡的 因為那個不但是對應到這本書 其實也會對應到我自己生活當中 有時候會不見得是不如意 但總會覺得在某個情境 我很需要有這麼樣一段話 來去提醒我 或是來去跟我說說話 的那樣的一個氛圍 所以我就直接念了這一段 他說 於是我們又過了一夜 迎送表演什麼都來 每個人都知道 他終會孤寂當酒店關門之後 於是我們乾掉這個最後一杯 敬每個人的歡喜與哀愁 但願這杯酒的盡道 能寸到明天就變快樂